奔似的秋辞炫产子,身是凄惨挡不住嫁了的中国好老公。 于小光,秋辞炫夫妇。 秋辞炫终于生宝宝了,这大概是于小光收到的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了。 儿子出生后,于可爱一大早就发微博说,老婆辛苦了。 今天,这个世界又多了一个爱你的男孩,你们都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祝天下所有的孩子节日快乐,顺便还晒了儿子的小脚印。 不知道是不是时间过得太快了,总感觉秋辞炫在同床一梦里,视频通话告诉于可爱他怀孕的消息就在前几天。 当初知道自己要当爸爸的鱼可爱,从惊慌到捂着嘴巴开心激动。 连用汉子足球运动员正打势都跟着喜极而泣,拿着手卷擦眼泪。 同床一梦动途。 而经历了从综艺节目下车的于秋夫妇这次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宝宝大海。 秋辞炫的经纪公司表示,秋辞炫于6月1日凌晨在首尔某医院产下健康男婴,母子平安,目前正在安心休养。 于小光虽然忙于中寒两地工作,但在秋辞炫生产时也时刻陪同在旁。 海宝君已经脑补出于可爱抱着大海宝宝,开心到热泪盈眶的模样了。 宝宝的名字是于小光起的,因为他原来是游泳选手很喜欢大海,希望孩子可以像大海一样成长,拥有一颗如大海般宽阔深邃的心。 大海用韩语发音是pater,没想到于可爱直接叫自家孩子pada,莫名戳中笑点。 想想pater能在这么有爱又有趣的家庭里长大,应该会很幸福吧。 于小光和秋辞炫这队跨国CP应该是在韩国认知度和人际最高的一队,两人参加韩宗同床异梦首次公开婚后生活,不仅吸了一大部分粉丝,还制造了超多笑料,让综艺的收视率猛涨。 这种看了会让人忍不住微笑的真实爱情,谁都会羡慕吧。 同床异梦秋辞炫与小光夫妇。 同床异梦秋辞炫与小光夫妇。 不过更让人感动的是,隐藏在搞笑外壳下柔软甜蜜的内核,两人因细结缘,2015年公开恋情,那时秋辞炫说,自从遇见他之后,我每天笑着开始新的一天,并笑着入睡。 我一直到我已陷入爱情当中,突如其来的爱情让我不知所措,起初我小心谨慎甚至觉得陌生,但是现在我却信他在我生命当中是必不可少的人,所以我决定要向大家宣布我们的爱情。 两人在2017年1月18日临政,正式成为了一对夫妻,也拥有了一个家。 与小光知道秋辞炫缺乏安全感,了解他的敏感和脆弱,所以会更贴心地给到他最好的东西,傍着烟花的浪漫求婚。 明亮宽敞的大房子,是与小光姐姐设计的极简明亮被凹风。 亲手画的老婆自画像。 同常一梦秋辞炫与小光夫妇动图,无时无刻贴心地照顾。 偶尔适当的小撒娇。 还有温柔慈想的爸爸妈妈,于妈妈因为生病总是记不住事情,但她第一次见过秋辞炫后就记住了她的名字,并且会手写日记记下开心的事情。 一家人都是活泼开朗的性格,相处氛围特别好,没有韩国大部分婆媳间的拘谨和过于谨慎。 秋辞炫也会给于小光做爱吃的紫菜汤,督促她认真减肥,两个人性格互补,幸福来得真实又自然。 于小光说她第一次见秋辞炫就觉得她很漂亮,而且一个韩国女演员来到中国,能够打破语言上的障碍,很认真努力地演戏。 看着她辛苦的样子,于小光会很心疼。 确实,在遇见于小光之前,秋辞炫并不是一个活得光鲜亮丽一帆风顺的人,甚至于比凡盛美还要惨。 秋辞炫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大家庭,她父亲的几个兄弟家中都有儿子,而秋辞炫家里却是两个女儿, 所以她与母亲一直不受长辈们的待见。 为了获得家里人的认可与关爱,秋辞炫从小便比同龄人更为乖巧懂事,可以说是活得小心翼翼,但换来了还是家人的冷对待。 秋辞炫参加真人秀明星到我家。 更让秋辞炫崩溃的是,她的辈美在十岁不幸溺水身亡,秋母被受打击,精神因此出现场。 情绪不稳定时,秋母甚至指着秋辞炫骂道,为什么死的人不是你?你应该替她去死。 虽然知道这是母亲情绪失控下的口不择言,但对当时的秋辞炫来说还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她的家庭更因这件事而变得十分压抑。 最终,她的父母选择了离婚,并很快有了各自的新家庭,秋辞炫只能一人独自生活。 但秋辞炫很争气,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韩国韩国大学戏剧系,但父母离异变断了她的经济来源,为了支付高昂的学费与生活费,她只好去拍大尺度写真。 因为在秋辞炫看来,女人要独立不可以没有知识和学历,所以再难她都要咬牙成过去。 尽管从小没享受过家庭温暖,秋辞炫却一直活得很坚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完成了人生逆袭。 小时候家里人不待见她,她就早早独立。 1996年,17岁的秋辞炫被星探挖掘,拍摄了她的首支广告。 凭借着自亮眼清新的表现,秋辞炫接到了电视剧《成长的感觉》18岁的邀约,与宋慧桥同框标戏,一跃成了荧幕红人。 秋辞炫成长的感觉18岁的剧照。 可惜韩国娱乐圈竞争太过激烈,秋辞炫出道时又是韩剧《女神景谈》的年代,跟宋慧桥、孙密珍,全之前相比,她美得不够突出,也少了点幸运。 好在秋辞炫敢拼敢想,这条路走不通她就果断换方向,转投中国市场从零开始,离开韩国同时也逃离了那个没给过自己温暖的家。 秋辞炫在中国演的首部剧《恋香》,搭得还是那美男神彭于燕呢? 那个时候秋辞炫还不怎么会说中文? 秋辞炫和彭于燕 不过03年的《恋香》只是秋辞炫的《中国是水之作》,她直到07年才正式转入中国发展,这些年她接了不少戏,戏录还挺宽的,各种类型的角色都有,颜值越来越美。 2011年,秋辞炫凭借回家的诱惑彻底火遍中国大陆,这不拒火到什么程度了呢? 反正海豹军一看到秋辞炫就会脑内八百遍BGM,为所有爱执着的痛,为所有恨执着的伤,我已分不清爱与恨。 回家的诱惹剧照 其实这两年很多韩国明星来中国拍戏,都是抱着捞快钱的想法,反正有配音,说台词用韩文应付就好。 但秋辞炫不同,语言上她是下了硬功夫的,语言不通,厚厚的剧本就反复研读,标记。 几年时间过去后,秋辞炫成了中文实际代表选手,给你们看看她在微博写的一百字小作文,感受一下她的中文造诣。 只会写还不行,秋辞炫的中文口语也十分666,经常开直播,录视频和粉丝互动,完全没有隔阂。 秋辞炫从来都不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人生赢家,她现在拥有的都是自己勇敢去付出后的收获,与其羡慕他人埋怨上天不公,不如脚踏实底地去争取。 所以,如今的秋辞炫老公疼爱儿子在怀,生活幸福美满,希望每个点赞小仙女都能跟她一样向阳生活,找到真正疼爱自己的另一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